境界现前立刻就没了 把俗学的这点佛法忘得干干净净 依旧是随顺烦恼兮起 毛病改不过来啊 随念佛人 决定不能为自己想 为自己的利益 为自己的好处糟糕了 但是又没有办法不想 你妄想吗 他一个接一个都不间断吗 所以祖师大德有个巧妙方法 告诉我们 想正法 想众生 众生受苦受难 我怎样帮助他 小宅女纳 怎样帮助他利苦得落 怎样帮助他破灭开物 想这个好 不想自己 常常想到佛陀的教会 是佛毁灭 这个戒 大臣经上常讲的 受持读诵为人言说 受持读诵就是言 就是说 言是表演 把佛菩萨的教会 做出来 完全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厨师待人 借物当中 那叫做言 别人看到了 听到了 体会到了 向你请教 你就为他说 这个说 是无说而说 说而无说 这个言 是无言而言 言而无言 你慢慢才能 气如实相啊 这个人会许问 能气如佛经界 一切法 根本就不起心 不懂你 现在是 为了我个人的利益 为了我道场的利益 只要与我这个利益 有违背的 我总想办法来障碍它 起心动念 这起心动念是 你造业造罪 不起心不懂你 一切是 是为佛法 为正法救助啊 做一切众生 听闻佛法的 正善愿 得度的正善愿 那是无量功德 不能着相 着相 就变成有漏佛报 不着相 真实功德 不着相 叫随身 着相 当就不叫随身 不是随身 佛陀教会 是随身 自己烦恼 吸气 所以这个随身 是有善 有不善 是两种 我们要认清楚 我们要随身 佛陀教会 不随身 自己烦恼 吸气 这一条 比什么都重要 对 不赞 这一条 我们要试试 这一条 调子 是 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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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图